各位朋友、同路人朋友、家人你們好 我是Vanessa 今日的節目主持人 我們很開心又來到香港乳癌基金會Facebook的 乳癌理要知網絡系列見面 今天已經是第五講 如果你們想知道之前四次的內容 可以連接香港乳癌基金會Facebook網頁就可以了 今天我們邀請到我們嘉賓就是 臨床腫瘤科專科不過幸醫生 吳醫生今天會以一個很深入淺出的方法 請我們解釋一下賀爾蒙乳癌最新的治療方法 吳醫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可以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吳醫生 不如事不宜遲來我們開始今天的講座 吳醫生究竟什麼是賀爾蒙治療呢 其實賀爾蒙治療在治療乳癌的方案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它其實在輔助性和擴散性都會用得到 主要就是要看乳癌細胞 是否適合用這個賀爾蒙療法 好啊 那賀爾蒙受體又是什麼呢 其實賀爾蒙受體就是一些蛋白質 在細胞表面的 如果它是陽性 即有這個受體 它就會和一些賀爾蒙是一個直接反應的 那如果是這一款式的乳癌 那賀爾蒙治療呢 就可以直接和那個受體有一個聯繫 聯繫了之後 就希望可以幫助 減低那些乳癌細胞 以及防止它增生 那是否所有的乳癌患者都適合接受賀爾蒙治療呢 其實不是的 那這個一定要測試過的 那可以在一個抽氧活檢那裡 或者手術後 那有這些乳癌細胞 然後再經這個病理去報告去看 那大約應該都有七成左右的人 這個根據香港乳癌資料庫 第十個報告說出來的 那賀爾蒙治療有多少種類呢 其實賀爾蒙治療分三大類的 第一類就是三本氧胺 即是Tamoxifen 第二類就是分腔環轉化煤抑制劑 我們經常叫做AI 第三類就是針對卵巢的療法 那其實我也是乳癌庫復者 我都有用Tamoxifen 那究竟這三類的治療 有什麼副作用呢 那其實這三類治療 都會令到一些女士都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狀 就好像潮熱出野汗那樣 那個別來說呢 譬如Tamoxifen 它就容易令到靜脈血管有些生疏 所以變成了女士都要留意的 那另外呢 就會容易令到子宮內幕增生 另外到這個AI 那AI就會令到有些骨痛 肌肉痛 以及都容易骨質疏鬆 那關於這個針對卵巢的療法呢 就會令到其實因為卵巢的功效沒有了 所以都是一些更年期的症狀 真是有這麼多的副作用 我們真的一定要遵守醫生的建議去做自己 千萬不要亂來 那吳醫生 那你有些面對這些副作用 你有些什麼建議去給我們乳癌的姐妹呢 那如果你說更年期的症狀 那一般來說都不是持續性的 那開始的時候可能會有些少 之後慢慢會好些 那你說針對回 你說Tamoxifen 容易一些 靜脈血管有生疏 那變成不要長時間站或者坐 有空都要動一下腳 等血液流通一些 那另外你說子宮內幕增生那方面 就要定時去見回復科醫生 做回適當的檢查 那關於AI 那骨痛那些都不是持續性的 一般都是小量 那你說做一些溫藥運動都會幫得到 那至於你說 那骨質疏鬆 那一般來說 那醫生都會配合這個鈣片 那另外 都會做一個那個骨質疏鬆的檢查 那如果有需要 就可能再要用一些藥物去幫助 那的確的 其實當時我接受治療那段時間 都常常都回到香港乳癌基金會 都參加小組 和乳癌康復的活動 那對於我來說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那我很記得那時候 做完手術之後 我需要面對花療 電療 其實我心情是 真是很恐懼 和忐忌的 因為我看電視多 那當我回到小組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的同路姐妹 班長 我看完之後 完全兩回事 我覺得他們真是 完全不像病國 給我一個很大的信心 還有他和我分享了很多的經歷 經驗 我覺得真是 很安心地去面對我的治療過程 所以我當我 就算我正在打KIMO的時候 都有回來當中 回到小組 直到我完成所有治療之後 我都繼續回來乳癌基金會 在小組裏面做一個小小的 易供應工作 去幫助其他的姊妹 所以我可以這樣說 乳癌基金會 真是我們 乳癌康復者的姊妹的一個出路 不如我這裡也介紹一下 香港乳癌基金會的服務 乳建中心的服務 包括了一個專業的乳防服務檢查 費用非常相宜 只需要一至兩個星期的等候時間 電話大家可以記下 在香港中心就是 3143-7333 3143-7333 而九龍中心的電話就是 2597-3200 2597-3200 而另外一個就是乳癌支援中心 包括了一個資訊的情緒 以及淋巴水中服務 我們香港中心的電話 大家可以記得 2525-6033 2525-6033 九龍中心就是 2597-3251 2597-3251 好了 吳醫生 我想問一下你 不如現在我們解答一下 我們有些事務預組 都想問一下一些問題 現在我知道 吃賀爾蒙藥都要吃10年 那可不可以停藥 要想生嬰兒的 停藥 那什麼時候去停藥是最理想的呢 嗯 其實現在都知道 很多時候吃賀爾蒙的療程 都是要吃10年 現在那些女士 很多都是比較年輕 都會想生嬰兒的事情 當然 每一個女士的病情不同 當然都要跟自己的主診醫生 去談 總括來說 其實都要看那個病情有多嚴重 那賀爾蒙的療程 其實對她的幫助有多大 那樣的 那現在其實有一個最新的研究 就說 都可以嘗試吃了大概一年半 到兩年半的時候 嘗試可以停兩年 去嘗試可不可以懷孕 生嬰兒 那生嬰兒 那生嬰兒 暴雨完之後 都可以吃藥 就跟剩下那個時間 這樣 現在已經是很初步數據 但我們希望都可以 鼓勵一下姐妹 其實是可以做得到 不過都要跟主診醫生談 嗯 那如果吃了Tamoxifen幾年之後 子宮內膜是變厚了 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一件事 都是要找回婦科醫生 其實在吃Tamoxifen那段時候 都要每年去做檢查 那之後呢 都要繼續 那如果真的 萬一有這個情況 那可能要再進一步檢查多些 或者抽些組織 但不一定是有問題的情況 嗯 那都很安心 那好了 另一條問題就是 那吃了一個AI半年 那它骨痛非常之厲害 那轉吃了另一隻叫做 Vemura 但是骨痛仍然都沒有改善 那關節就很緊 那怎麼辦呢 嗯 那其實吃AI 有關節痛 肌肉痛都很常見 那其實AI我們常用 都是有三隻 那很多時候好像你說 那醫生會轉在這隻轉在那隻 看看哪隻可能 跟姐妹合得好些 但有時候又不幸 可能幾隻都不是說最好 那我們一般都會提點回姐妹 當然你說阿溫油的運動 有時候都可以幫一下 還有另一件事都要做骨質檢查 因為骨質素描檢查 如果真的骨質可能有偏薄 或者疏鬆 都可能會有痛的症狀 那到時就要跟進 用適當的治療 那究竟是什麼叫做溫油運動呢 其實溫油運動 就是不要太劇烈 因為始終姐妹都做過一些手術 像你說舉啞鈴 或者打網球 在做個手術那隻手術 始終都是一些重複性和負重的運動 就不太適合了 那溫油的可以是 山下布 拉筋 或者山下太極 那些都可以 嗯 很好 好好的建議 那有姐妹問 她說她有骨質疏鬆 要打骨針 骨質就會有改善 但是如果長期打 是不是真的OK呢 怎樣去看這個骨質報告裡面的數字呢 其實打骨針去幫助骨質疏鬆 你說長期打是沒有問題的 那骨質素媒報告 主要就是有一個叫做T-score的數值 會說回骨質的情況 那如果那個T-score是大於-1 那骨質是正常 如果是由-2.5至-1 那骨質有點偏薄 那如果是小於-2.5 那就是骨質疏鬆 嗯 那也有姐妹問 那吃了荷爾蒙治療藥之後 就沒有了月經了 但其實是知道 不是完全是收經的 那究竟跟真正收經有什麼分別呢 亦是否要抽血便知道呢 那有沒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嗯 那吃荷爾蒙藥 沒有經期來是很常見的事 那有些姐妹在停了荷爾蒙藥之後 是會來的 那經期 那我們一般說 真的停經是怎樣呢 應該就要兩年 經期沒有來 那這個是停了藥之後 那還有呢 我們都會配合一個抽血的 那抽血其實會看回 身體裡面的痴激素 和卵巢的荷爾蒙去減定 嗯 明白了 那另一條問題就是 潮熱得很厲害 那很煩啊 其實我自己也有 那怎樣處理呢 會不會長期都是這樣的呢 身體會不會自行可以適應到呢 那其實開頭吃荷爾蒙藥 那有這些潮熱 那的反應是很正常的 因為好像更年期的跡象 那一般來說 都不是持續性的 都是短暫性的 那當然你說 每個姐妹可能有不同的 但是可能有些是幾個禮拜 有些是幾個月 但是一定會停的 那還有身體是會適應的 那我想那段時候 姐妹都要放鬆點心情 那休息足夠啊 均衡的營養啊 做運動啊 那就可以都幫到舒緩一下 嗯 是的 很好見義林醫生 那另外 都有一些姐妹很擔心 也都很煩擾的問題就是 吃了荷爾蒙之後呢 就變了長期失眠 那怎麼辦呢 嗯 那失眠這件事呢 那有些姐妹 真的吃了荷爾蒙 是比較容易失眠的 那我們一般處理 都是臨睡之前 就不要看那麼多電子的產品 那就盡量放鬆點啦 看看書啊 那樣 那很多時候 睡覺之前 不要喝太多水 因為很多時候 會令到半夜又會 可能要去洗手間之後 就可能不能睡了 那樣 就放鬆點心情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真的很緊要 放鬆心情 那另外一個姐妹都問 吃了荷爾蒙藥之後呢 她發現呢 下體痕癢 是否跟藥有關呢 那荷爾蒙藥呢 其實都會令到姐妹下體 是會比較乾一點的 所以容易令到有這個痕癢的症狀出現 我們一般都會提點 例如用一些綿質的內衣褲 那樣 那另外就不要穿太緊身的下身的衣物 那又容易出汗 那又可能會加劇這個痕癢的情況 那我們譬如你說 洗衣液啊 腺癢那些呢 就用一些比較低敏度的那些 這樣可能都會幫得到 嗯 建不建議用護墊呢 嗯 其實他們的痕癢呢 都不是一個衛生的情況 其實姐妹個個都好 就是自由衛生都做得很好的 那看回各自需要 又不一定要的 嗯 明白了 那另外一個姐妹就說 她本身她現在就30歲了 醫生都建議她去打停經針 再加AI的 就不用吃Thermosophant 那是否效果好些呢 那如果是要這樣吃法的話 是否都需要繼續吃到10年呢 嗯 我想這件事 就很多時候看回姐妹的病情 和主生醫生的提議 如果打停經針 再加AI 那個保護率是會好一點 可能姐妹的病情的需要 那樣 那症狀其實都會和其他 我們吃開荷爾蒙藥的情況一樣 所以如果你說這個療法呢 都會建議做10年 嗯 明白 也有另外的姐妹 說吃了Thermosophant之後 發現頭髮越來越少 那是否都是和食藥有關呢 嗯 那很多時候是頭一年裡面比較明顯 之後都會比較穩定 那主要都是稀疏 又不會說真的 好像化療一樣 那樣 那姐妹都會說回呢 呢 停了藥之後呢 她都慢慢又會濃密 那樣 那我覺得就 如果姐妹都是均衡營養 有足夠休息 溫柔運動 保持心情好 那我想都可以令到髮質會好一點 嘩 多謝五醫生的講解 我相信大家都獲益良多 也都是知道了很多的 不同的問題 不同的答案 那香港乳癌基金會 是一個非謀利的慈善機構 那如果大家認同我們的工作 那希望你可以去捐款支持我們 那螢幕右邊會有一個QR Code 那裡就可以去到捐款的網頁 那我等我預告下一次 節目的時間 那乳癌你要知的網絡系列 將會在7月25號 會再請到其他的專家 和大家見面 那記得到時留意我們Facebook的公佈 那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那如果沒有 LIKE之後呢 記得搶先瀏覽 緊貼Follow我們的資訊 那在這裏再次多謝 那我們27月25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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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